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问题好 蔬果不能少 台湾的有机食材真的是太美妙了 好到让一群朋友团结起来开派对 周周运用不同的健康主题 示范展出琳琅满目的缤纷蔬食 同时结合欧洲市集班优雅的陈列 带给都市人全所未见的有机星饗宴 有一种辣椒不会辣 但是它却富含辣椒的营养元素 不论是用来调味 取得辣椒的香气 或是拿来当成蔬菜 做出风味料理 都是令人赞不绝口的 它就是青龙椒 五星级饭店主厨开餐厅 不卖鱼肉 只做蔬食 而且是品尝蔬果原味的新菩食 叶陈金师傅舍弃华丽的光环 带着餐饮系毕业生从零开始一起打拼 只希望用真实找回美味的原点 在周末开派对 大家肯定觉得习以为常 但是如果开的是一场有机时尚的派对 那真的是新鲜又健康了 在台北东区经营流行服饰的VVN 每个礼拜六下午 特别在自家店里和友人一起举办品味有机的体验 透过不同的主题饗宴 希望都市人能够呼盆引伴 一起来展开绿色的有机生活 周末逛有机市集早已成为许多都会市民的新习惯 通常市集大多是由农夫们在户外广场举办 但现在有一群人因为热爱台湾的有机食材 特别采用蔬食派对的方式来分享健康的新概念 我们从面包到各式的优格选择的都是有机的食材 接下来活动就开始了 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常常会在国外采购 然后在美国的时候发现 美国人常常会在周六的或周日的时候 做有机的事迹 让一般的民众假日的时候可以认识 农夫的耕种新鲜的蔬果 或者是一些手作的东西 觉得那样的氛围很棒 所以就蛮想在台湾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食物的风潮跟氛围 这个有机食尚派对不光是这一群好朋友为自己而办 同时也是希望能为忙碌的都市人开启另一扇健康的窗 用派对的方式来进行是因为比较轻松 透过每一周不同的主题 我们已经先筛选了食材 做教学的示范告诉你怎么样把这些食材 简单的几个步骤的料理 它就是一个美味的菜色 那你带了这个食材回家之后 也可以很轻松 然后就进入厨房做出自己的食物 在派对中 每一道的示范料理 主人家都有准备好个别的食材组合 只要是尝过喜欢的味道 马上就能把所需的蔬果带回家轻松做 这个礼拜的主题就是brunch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吃brunch 就是一个很丰盛的早午餐的概念 然后结合了自己做的优格拉 然后很特别的三明治 是外面吃不到的 这会让我觉得很开心 想要进入有机的世界并不难 难的是如何跨出这第一步 以Vivian自身的经验来说 一步一步深入了解产地到餐桌的过程 就是直接也是最聪明的做法 像以前一开始会觉得 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的钱 来吃这样的蔬菜 可是当我慢慢去认识 种植有机蔬菜的农夫 甚至自己去拜访一些 自然农坊的农场之后 会被他们感动 就是用守护土地的心 也是希望保护人的健康 可是当你吃对食物之后 你会有一种满足感 你会深口水 你会觉得身体是开心的 我们的身体自己会说话 说到有机时尚party的这个食材 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们全都来自天母市东市场的 一家欧峰蔬菜摊 这家由市内设计师Sarina 和她的友人Benny 一起经营的蔬菜摊 坚持只卖本土无毒有机的好食材 目标是把传统市场超市化 好赋予有机生活更优良的水准和品质 近年来天母市东市场大大的提升了 有机蔬菜的比重 其中有一间东方风味的豆腐摊 格外引人注意 它的主人是热爱豆腐食品的 室内设计师Sarina 也因为跨足了食材这个领域 深深感触到食安把关的重要性 便接着和友人Benny 又创立了另一间欧峰有机蔬菜摊 那以前老板娘 我们以前常常喜欢去逛欧洲的市集 那就会把那些一点概念带进来 照我们自己想要喜欢的方式做成练 其实我们在市通这样摊位的呈现 我们最崇高的影响是说 希望能够把传统市场超市化 那让每一个来这边消费的人 他不只是说可以买到东西 那他甚至在视觉上也有些享受 甚至有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 他也给获得 从设计师的角度来卖菜 Benny和Sarina 除了把卖场打造得更清晰明亮 同时也努力搜集全省各地 优质和特殊的有机食材 我们找一些跟我们理念相合的 那甚至我们有一些产品 是在高海拔地区 那一些部落的或者是一些小农 那他们可能不是很有名气 可是他们很用心在做 那东西品质也相当地不错 有些人看到我们的菜会觉得 老板你们这菜这么漂亮 一定不是有机的 其实不见得 因为现在的设备 高价网 温室 网室都做得很不错 而且他们在一开始栽种的竹虫 也做得很好 所以其实蔬菜不见得 一定都是虫煮的才是有机 理念相同 说来简单 做起来可是不容易 也因为相信亲眼所见 把自己食用的食材透明化 加上日渐养成对食物原味的记忆 自然也就能越吃越健康 那自己接触了这一行之后 发现实际上很多东西不能吃 真的是不能吃 因为当你了解它栽种的方式 甚至于它的采收的过程 或者是它的一些经营人的理念 其实会导致你做的产品会不同 那知道之后我发现 我会开始会比较挑 那吃起来的东西 其实真的是味道不一样 它其实是真正原来 植物该有的味道 美好的有机生活 当然要从早餐开始咯 一份满分的早餐 应该具备五项标准 第一个很有淀粉类的主食 第二淡奶豆类选择两种 第三适量地吃一点好油 第四要有蔬菜水果 第五吃点少量的坚果 采用有机食材来做蔬食早餐 不光是能量多更多 变化也是超乎想象的精彩 这一周的有机时尚派对 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 所要呈现的正式早午餐的主题 希望透过不同的食材组合 和料理方式 能够让大家好好的 吃一顿健康满点的第一餐 马铃薯本身它有淀粉值 那它又是优质的一个淀粉 它不是精油加工产品 所以我会把它做成一种 直接把它下去蒸熟了以后 压成饼了以后再下去煎 煎完以后 它就是一种很饱足感的一个主食 然后再加搭配上优格 加上两种水果 就是最好的一个早餐 为大家示范有机料理的菜素蒸 其实是带着分享的心情 来制作派对上的每一道料理和饮品 因为身体曾经一度亮起红灯的它 深深地体会到正确饮食 才是守护健康的最大关键 那因为自己成为大肠癌的一个患者了以后 我就很注重吃 在这个部分上面 我觉得吃才能够顾及到自己的一个健康 吃优格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就开始自己研究自己加菌种 只要吃对菌种 你在每一天的消化系统都会改善得很多 每天早晨用两到三匙的优格来保健肠道 是菜素蒸的养生之道 除了直接吃 它也会加上其他的健康食材 来打成一杯漂亮的优格饮品 刚开始我为了要给家人吃到一个好的东西 我要把它搭配成这样子有层次的感觉 每一天早晨起来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用奇牙籽作为一个基底 奇牙籽本身它的膳食纤维很够 那又有饱足感 所以它是很好的一个饮品的一个组合 再来就是豆浆 豆浆里头它有暖磷子的部分 再来的话就是有两种水果 我就会把五颜六色的东西把它搭配在一起 就是一杯很好的一个早餐 对蔬食者来说 在每日的饮食中 适当地补充天然油脂也是必须的 像坚果就是很好的油脂来源 所以我会把坚果搭配上椰藻类 还有加上无花果的果干 这是两种有甜分的东西 再加上腰果还有杏仁 放到果汁机里面去打 打完以后它会有粘稠性 然后你再用手把它这样子塑洗一下 然后就变成一个坚果饼 以有机健康为出发点的时尚派对 每个星期六都有一个主题 早午餐周是让人吃饱饱 果西周则是让人喝饱饱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综合果西 有出产的是红龙果 然后香蕉 以及木瓜之类的东西当水果 尤其是凤梨 凤梨是我们做基底最好的一个水果 另外一种我们打一个蔬菜果西 蔬菜果西现在我们会用苦瓜 以及我们现有的一些 能够生殖的一些蔬菜 水果的部分就是有凤梨 以及柠檬这些东西搭配进去 蔬菜果西可以帮助我们在人体里面的 维他命C以及增加免疫系统 喝下这一杯果西或是吃完这一顿早午餐 有兴趣自己动手做的话 当场就能把完整的食材组合带回家 享受有机的真实滋味 自然也就变得好简单 通常我们在市场上看到辣椒 大概都会问 这个辣椒辣不辣有多辣 但是你知道吗 有一种绿色的辣椒 闻起来吃起来就是辣椒味 却压根一点都不辣 赶快一起到田里去瞧一瞧 从日剧时代引进台湾栽种的青龙辣椒 属于茄克的辣椒品种 因为外形扭曲厚实 尾端呈现顿状 乍看像条青龙之外 也酷似灌饱的糯米肠 所以又被俗称为糯米椒 糯米椒它最理想的季节 还是在夏天 那可能在春天 初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种了 其实它如果开始开花结果 那时候的水分其实要注意 就是可能早晚都要帮它补充一下 可能就是帮它修一下 因为太茂密的话 比较容易腐败 虽然说糯米椒本身还算好照顾 但是它仍免不了少量的病虫害 关于这个头痛的问题 也是有聪明之道可以预防的 像我自己这边种的经验 是都还好 都没有特别的病虫害 算是很适合有机栽种的这种作物 就是要轮作 比如说去年我这个地方种的话 下一期要种的话 可能我要换地方 因为可能土壤里面有一些细菌的部分 连续种的话会去影响到它的成长 糯米椒成熟之后 枝条脆弱较容易折裂 加上植株重心不断往上移 往往会造成倒幅折断的现象 因此等到采收时期时 就得勤劳地巡视收成了 我们采收大概频率差不多是七天左右 比较熟的我们采嘛 那留一些尺寸比较小了 大概一个礼拜以内的话 大概就可以再收成一次这样子 像这个转颜色的 就已经过熟了 那它的比较明显就是 你会发现它的那个 果肉已经很松软了 那正常比较理想的就是像这样子 它的这个主体已经膨胀起来 而且它的硬度都还维持得很好 那像这两个的话 就是可能可以再等个五天左右 差不多五天一个礼拜的时候 再来采 如果是正常的糯米椒的话 其实你吃起来就有点像 那个我们熟悉的那个青椒一样 它完全是没有辣的感觉 一般来说小农栽种的糯米椒 体型大多数弯弯曲曲 大小往往也会参差不齐 尽量选择颜色清脆光亮 没有暗沉的糯米椒 就比较能够闻到它的清香 吃到它的清甜味了 在蔬菜的排行榜中呢 维生素C含量的冠军 竟然是辣椒耶 同时呢它还能够健胃注销化 但是对于不吃辣的朋友们 是不是尝不到辣椒的营养 会不会太可惜呢 不妨来试试神奇的青龙椒吧 生产时的糯米椒 青色外观相当讨喜 加上它没有辣椒的辣 却带有辣椒的香气和清甜 若是一次购买大量时 建议可以先这样处理保存 我大概就会马上放冰箱了 让它保鲜这样子 如果你觉得还要让它 那个话你可能可以用报纸 把它先把它包起来 这样保湿这样会不好一点 不然一个礼拜以内也要把它吃掉 小农用心栽种 我们自然要细细品味 自己料理糯米椒 当然可以吃热的 但其实它更适合做成凉菜来吃 那个糯米椒先把它洗好 然后把那个葱先切断 然后就把那个材料都先备好 就是黑醋 白醋 糖 然后酱油先调一下 那调完之后 那就开始起锅 应该是中大火吧 那它油热了之后 你再把那个糯米椒放下去 然后让它去煎一下 那你就是煎的时候 你看它有点微焦的时候 赶快再翻面 那你第二层也焦了之后 就糖醋那个酱料 然后加油下去 把它用热把它溶解一下 所有材料都放下去之后 你再用那个锅盖把它盖住 然后可以焖煮这样子 然后焖煮到有点烂了 就可以起锅 另外也能把糯米椒 做成云南口味的八宝酱 拌饭拌面都适用 非常特别 材料的部分就是 你的豆干要先切丁 然后鲍鱼菇 你如果没有的话 也可以用杏鲍骨 然后另外一个切丁的就是香菇 姜也要切成末 糯米椒也是要切丁 然后调味料的部分 一个是甜面酱 那一个是豆瓣酱 然后另外一个是酥肉燥酱 这一道菜最主要就是 你每个都要分开 那它混在一起煮的话 它每一个的质感会黏在一起 所以你每一个都要分开炒 八宝糯米椒酱制作的重点是 每样食材个别炒好起锅之后 再把三种酱料混合炒在一起 然后加一点点盐巴提味 最后倒入所有食材搅拌均匀 才能完成糯米椒的辣椒素 能够刺激唾液和胃液分泌 常吃有助促进食欲和消化 真的是不可多得的油脂蔬果 在五星级饭店主厨的眼中 什么样的食材最难呈现出顶级料理呢 走遍世间各地 长遍山珍海味的叶成青师傅 竟然选择蔬食来重新开始 他要透过大地的恩泽 用纯净纯粹的朴实原味 再一次感动人们的味蕾 在台北东区餐饮界的一级战区 有家蔬食餐厅 竟然能在此成功地聚集了人气 这里是五星级饭店大厨叶成青 在闯荡厨艺界二十多年之后 一个全新的转捩点 是他的实验厨房 也是他的梦想厨房 蔬食是我们想要带领 创作这个餐厅的团队 也就是潜在学校指导的 一些毕业生的孩子们 也就是未来餐饮业的一些中流砥柱 我们想要极力去耕耘的一个市场 因此我们跨入了蔬食这个领域 希望大家吃得更健康 吃得更开心 其实蔬食并不像在吃仓 曾经在各大国际厨艺大赛中 夺下多面金牌的叶成青主厨 领着他所交出来的第一届毕业生 舍弃华丽的五星级饭店料理 转而走向朴实的蔬食原味 就是要透过精湛的手艺 让食材自己来说话 像我们自己在餐饮业二三十年以来 我们也跑了这么多的国家 跟国外这么多的Chef交流过 台湾的物产它是很分明的 目前它还是存在的四季 那我们希望用我们的 本身有的技术能力 去运用台湾的好食材 来发挥其实蔬食 它可以吃到食物真正的本味以外 那其实运用一些烹调上的技巧 可以让你吃得更快乐 从全省各地的小农那里 缩集到了优质的无毒和有机食材 综合各种料理手法和创意 来端出健康前味的义士蔬食 为什么我说我们是意大利菜的一个蔬食餐厅 就是我们运用了起司 运用了菇类 运用了这一个天然的蔬果 料理的过程当中提炼出来的苦安酸 其实它吃起来比味精的甜味还要老得很 来得好太多了 我想说服力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 因此我们在餐厅里面的食器 供应的方式上面做了一些变化 让你吃饭上面也感觉到一些乐趣 比方说沙拉 我们沙拉酱是种在香水瓶里面 而且一次来是六种口味 香水油醋酱和乳霜抹酱 是叶澄清主厨从化妆品专柜所得来的灵感 这样的巧思让餐桌上的陈设变得丰富而有趣 也让人忍不住对蔬食重新下定义 做鱼做肉做了二三十年 那事实上你仔细冷静地想 你一顿饭吃下来 不管是你自己做也好 或者是你去外面餐厅吃饭也好 鱼跟肉是煮饺 蔬菜有名都是配饺 可是你吃到最多准备的是蔬菜还是鱼 其他你可能已经吃超过十种蔬菜 现在是发掘配饺饺的时候 让饺饺饺能够有主角的舞台 打破既定印象 换个方式吃蔬食 当缤纷的蔬果 遇上厨艺了得的大厨 所蹦出来的火花 肯定是叫人大大的惊艳 在叶澄清主厨的餐厅里面 他带着学生团队一起研发菜单 一起进厨房 他强调透过深厚的厨艺 简单烹调出食材的原味 才是难得的真功夫 叶主厨还特别端出创新前卫的 解构料理来展现出在地食材的国际观 在缤纷多样的料理中 主菜是最难设计的 因为每一样蔬果都是配角 却也都是主角 这时就得靠主厨的精湛厨艺 来凸显每一样食材本身的特色了 像是招牌开胃菜六小时 就是当令精彩的蔬果秀 那六小时是我们运用六种不一样的蔬菜 去用不同的烹调方法 呈现出来这样的树干上的六个小精灵 比如说这一季我们用的 我们会运用做广东泡菜的概念 把红白萝卜泡成片做成棒棒糖 甜菜根 我们整颗焖烤熟了之后 上面沾了坚果碎 凤梨我们淹过橄榄油 沾一点点辣椒粉 OK 还有像芒果青 前一阵子的芒果青 山下青我们也是自己做 那像鲍玉米花配玉米笋 把它配在一起 它就是青子冻的概念 从荤食到蔬食 叶成青主厨发现 每一季能运用的食材更多了 同时他们更展现高人一等的技术 来浓缩蔬果的精华 台湾是一个这么样物产丰饶的一个地方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技术能力 去找回食物本来的味道 风干番茄我想它是一个意大利菜的代表 那以往必须要靠仰赖进口 事实上台湾种植番茄的技术是独步全球 像我们配合的农场 它就有六七种的番茄品种 那虽然我们的店在台北市 我们还是自制风干番茄 我们用风干香 然后风干一个晚上 让它的水分稍微上市到一半之后 你吃一口那个番茄 虽然只是小小一块 我们是用珍珠番茄去风干 但是你吃一小片进去 你会觉得你好像吃了 一两颗的珍珠番茄一样的味道 叶成青主厨一再地强调 他要做的是培养新进厨师厨艺的技术 而不是加工的能力 一名厨师就应该拿出专业 透过料理来发挥食材特性 做到最好 像他还运用解构料理 让番茄表演出完美的三重奏 番茄三重奏里面 它结合了三道代表性的番茄菜在里面 第一个西班牙番茄冷汤 我们把它做成果冻 那上面还会有另外两种风味的番茄菜 一个是意大利菜的 番茄配水牛乳酪 然后另外一个是新鲜的番茄 所以它有三种风味 拼在一起的拼盘上面 你吃的时候还可以看得到 所有的东西在上面 它像一个小花园一样 也就是说你看到的跟你吃到的 感觉会有点点不同 当你吃到嘴里面的时候 你会去想到它原来那道菜的风味是什么 这个叫解构料理 风干番茄是意大利菜的经典代表 它在料理中不但让番茄的味道更浓郁 同时也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也澄清主厨用荤食的手法 来诠释全新的地中海蔬食 果然也获得了热烈的回响 品味有机 与其说是饮食文化的提升 不如说是回归朴实的本质 早期没有农药的乡村生活 是多么的健康而美好 大家一起来支持友善耕作 就能够少盖一栋房子 多种一块甜 蔬果生活制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